小熊多了,讲故事 榴莲炸弹 小猪笨笨太高兴了 因为远在台湾的姨妈 突然给她带来了一大堆台湾特产 有桂花酥,椰子糖,木瓜,芒果,羊梅 还有好几个浑身是刺的大榴莲 妈妈挑了一个最大的榴莲 让笨笨给山羊爷爷送去 山羊爷爷家住在前面的小山脚下 要穿过一片小树林 再经过一条小河 山羊爷爷年纪已经很大了 全靠附近热心的邻居们照顾她的生活 笨笨哼着歌,怀里抱着大榴莲 转眼就来到了小树林 笨笨,你要到哪里去? 小松鼠匆匆站在树上问 我给山羊爷爷送榴莲去 榴莲?什么是榴莲? 匆匆好奇地问 我抱的这个就是榴莲呀 匆匆一溜腰死地从树上跑下来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笨笨的榴莲问 这个长满刺的东西就是榴莲 榴莲好吃吗?它是什么味儿呀? 这时,小鹿,小猴和小兔也被吸引过来了 大家对这颗陌生的水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笨笨说 榴莲啊,是一种南方的水果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还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呢 突然,一个灰色的身影从树林中窜出来 猛地扑向了毫无防备的小鹿 大家定睛一看 原来是大灰狼 顿时都吓呆了 可怜的小鹿一边挣扎 一边大声地求救 大灰狼哈哈大笑 我饿了两天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眼看着自己的好伙伴 就要惨入狼口 笨笨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 忽然举起手中的榴莲 用尽全身的力气 猛地向大灰狼头上砸去 哎哟 大灰狼爪子一松 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小鹿趁机逃走了 榴莲摔成了好几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臭味 小动物们不由自主地捂住了鼻子 大灰狼被砸得眼冒金星 一阵阵的臭味又差点把它熏晕 它惊慌失措地爬起来 边跑边喊 哎哟不好 毒气炸弹 转眼就逃得不见了踪影 真没想到一个榴莲竟然吓跑了凶恶的大灰狼 小动物们高兴极了 可是榴莲摔坏了 不能送给山羊爷爷了 怎么办呢 笨笨挠了挠头 说道 没关系 姨妈说榴莲闻着臭 吃起来可香了 我们把这个摔坏的榴莲分着吃了吧 回头啊 我再回家拿一个给山羊爷爷送去 小伙伴们欢呼着开始吃榴莲 嗯 这榴莲的味道虽然闻着不怎么样 吃起来还真不错呢